奇怪,怎麼又是這老師?怎麼又是這老師的?這老師到底在哪裡上課? 所以我說開課我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奇怪怎麼來了這麼多人? 那當然,因為可能時間拖太長的人就跑得比較多一點 不然其實還好,其他地方我說八次上課,真的都沒有跑人 而且都很認真,而且那邊費用多好多 對啊,你看八次課 八次課是這邊上課的兩倍的學費 八次只有這邊上課的大概不到一半吧 可是是這邊的學費的兩倍 然後撐起來,哇,對 差四倍吧,對不對 而且他們也是自己花錢的啊,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我想各位盡量就是稍微做整理啦 然後當然我也不一定說你要尋我的方式 也許我是在教學領域 那你們有你們的方式 只是說最重要你要讓人家需要看到你東西的時候 可以被看到 那被看到的方法很多 你可以裝在手機上 或者用QR Code 或者一個網址 或者甚至像我們幫有同學,下禮拜我會蠻期待的 對不對,我們同學做了一個網頁喔 把那個手機放在那個網頁裡面 直接就在那個網頁裡面看到一隻手機 還蠻酷的喔,對不對 如果有時候,變成說 如果你是電腦版進來是看到手機 你的手機版進來還是看到手機裡面的東西 這樣的話一致性就很高了 或許你可能在思考就是平板 對啊 就是多一個那個 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還蠻吸睛的 這也是一個亮點 如果將來你要 轉換跑道或跳槽 其實也是一個你的多的一個機會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再把前面的部分 再做一個複習一下 你看這邊有個動態的 我把它整理放在這上面 OK OK 好 那各位可以花時間去看一下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這個 App裡面 它的程式跟資料部分是什麼跑的 程式跟資料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可以思考一下 下個禮拜的這個作業 如果你已經做好的話 那就當然OK 如果說你做好之後 你還缺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回頭看一下 其實需要的訊息 在我們的雲端白板 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其實都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喔 那